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景气稳定复苏 台湾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地的就业市场 呈现怎么样的发展趋势 一份今天公布的就会展望调报告指出 第二季台湾的聘雇需求 创新高 名列全球第一 而中国大陆则是审慎乐观 原因何在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人力业者 万宝华 台湾分公司 人才派遣事业处协理 业昭地 业协理 文芬说明 谢林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协理 您可以先跟听我说明一下 今年第二季台湾的就业展望情形如何呢 今年第二季在全球整个的一个经济成长 其实它是持续乐观稳定的 那在台湾状况也是持续同样状况 是持续一个稳定复苏的状况 整个的人力需求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况 那以至于我们在第二季的这个人力需求的调查报告里面 我们是在创新高 人力需求的指数已经上升到有45个百分点 是 台湾在亚太跟全球都是排名第一名 那这是创第二次的新高纪录 协理 那您认为在第二季它会创新高 主要的原因何在呢 除了刚刚您讲到全球景气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事实上其实第二季本来就是我们人才异动 频繁的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季节 就是年后的一个异动 那再过来就是第二季其实也是接近毕业季 这个版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人力需求 光盛的一个季节 同时内需的一个市场造成我们的整个需求稳定 那事业力一直是在一个低点 这些等等都会造成在我们整个人力需求往上 一直不断攀升的一个基础 是 协理就业展望在第二季是创下新高 那不晓得在雇主部分 大型企业的雇主和中小企业的雇主 在聘雇需求上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主持人提到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就是我们在第二季其实很明显观察到 其实在聘雇需求上 在大型企业的聘雇需求 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毕业季嘛 在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向远征才的活动 shop fair等等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型企业 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在这个地方 那在整个第二季的这个人力需求上面 大型企业的聘雇是非常的旺盛 我们在整个就位净值的反应是54个百分点 相较于中小企业的这个需求程度 其实是高非常多 中小企业大概只有43跟29个百分点 所以说大型企业在聘雇的性向 他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些人力布局 是 当然整个跟就是大型企业 在整个景气的这个catch up上面 一定最快嘛 也比较敏感 那在中上游的这块 他一定是比较 然后尤其大型企业他其实在订单 可以拿到订单的这个能见度等等 他会比较更快一点点 所以他在聘雇的意愿上就会比较高 好 协理我们另外再看到 台湾各行业在第二季人力需求状况 哪一个行业的他的聘雇意愿是最高呢 我们在六个大的行业里面 聘雇意愿最高 第一个就是金融业 金融业的聘雇需求是最高 那再过来就是制造业 那第三个是服务业 金融业聘雇意愿最高的话 主要原因何在呢 金融业它其实在从2013开始 第四季开始慢慢 不管是法规的松绑 政府的这个政策鼓励等等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利多嘛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业者 他们其实也看出海外的一些需求 扩大了周市场 东南亚的布局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方面 我们在这个金融业 它的整个人力需求上面 其实一直都是持续 已经好几期以来 一直都是新高 是 那制造业居次主要原因何在呢 制造业这一块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也是持续来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油价持续一直下跌 在制造业连续 在整个制造业成本 一直下降的状况之下 其实连续自己都一直 都还蛮厚之看涨 是 那另外 在服务业的部分呢 服务业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服务业 它其实在农历春节过后 我们整个 加倍指数区都还蛮持续上升 那治安后报也告一个段落了嘛 服务业其实我们在基层的人力需求 这一块一直都还是 需求是大量的 那同时服务业其实因为 它比较转向精致化的管理 精神化的服务 所以在东高阶的这一块的需求 一直都是人才短缺的 是 那目前各国都在抢人才 中国大陆也积极发展服务业 那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服务业的这个要求上面 其实现在也一直要有更好的精致化的服务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还蛮积极的挖角 台湾的中高阶人才 所以我刚刚说其实中高阶人才 在服务业的中高阶人才 除了外界就是中国的挖角之外 它盆土本来这一块 我们就是希望更提升精致服务嘛 所以本来我们在服务业的中高阶 这一块的管理人才本来就缺 再加上您刚刚讲的中国人数 所以其实在服务业这一块 人力是有很大的缺口的 在批发零售业的部分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批发零售的状况 就是延续的是过年的这样的一个 年后的一个状况 持续的稳固的状况 那工程建设与矿产业 还有运输及公共建设业 又是呈现怎么样的状况呢 运输因为现在其实在市区上的一个业务成长 那还有像是桃园航空城等等的带动 物流产业相关的带动 所以其实在整个运输产业里面 其实算是前景可期这一块 只是它相较在我们现在 因为非常活络的金融业制造业 看起来它是比较 数字没有那么稀奇 但是其实它的后市其实是可期的 是 协力刚刚帮我分析了 台湾六大产业 各产业在第二届人力需求状况 协力台湾整体来讲 第二届的聘估需求是创下新高 位于亚太和全球第一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您对于求职者 在找工作方面 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对求职者而言 我觉得把握实际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其实在整个市场一个正面 积极的一个需求之下 刚刚我们讲过很多大厂 它都会需要积极渴望人才 所以其实求职者我觉得 应该好好的把握机会 第一个是可能在 对于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想法 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个定位 我觉得这块可能是要先 自己要先想清楚 然后再去看求职公司的求财 求职公司的核心价值 跟他跟求职者 自己未来对工作设定 是不是符合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这是不走长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把握听估需求高的时候 赶快掌握切入这个市场 掌握这个机会 那至于在企业部分 协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招募人才 还有让人才发挥所长的部分 对于企业而言 其实企业要找人 就是有一个方向 当然企业自己 一定也会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企业在求财的一些 一个重要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条件 但是往往其实对企业而言 我们比较建议 可能他可以把人才的需求 把它分为哪些是必要核心的条件 那哪些是可以被训练的 因为其实对人才的条件上面 其实还蛮多是 不管是硬实力或是软实力 很多东西是可以被塑造而成 被训练而成的 但是有某些 不管是在特质 是求职者的特质 或者求职者的一些潜在的一些 potential的能力这方面 我倒觉得这方面并不是可以训练的 这就是这个雇主可以在找人才的时候 这可以好好的 可以去比对自己公司的核心价值 然后核心的丢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 人才的领选跟分类 所以要留财 也要让人才发挥所长 好 另外请协理帮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整体来看 第二季全球的聘估需求展望 各国家是呈现怎么样一个状况的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前三名 我们刚刚就讲台湾 其实已经就是产业第一名 那第二名人力需求旺盛 第一名是印度 那第三名是日本 那持续其实全球在40个国家里面 其实大概40个国家的人力需求 一直都是保有一定的人力需求的 除了普遍来说 除了在欧洲持续都是一些 需求应该是比较低迷之外 其他其实各国看起来 都是维持有一定的需求 那在中国跟印度 其实它的需求是看起来是下降的 是 我们现在谈印度 印度下降的原因何在呢 印度它其实已经跟去年相较 就是一直都是微微的滑落 但是其实还是有它的聘股需求 它还是有一定的聘股需求 因为它的聘股需求还是在 全球在第二名 只不过是它的 就用人的这个计划上面 就是保持一个平稳 是 那最后请教协理 中国大陆部分 可以帮我分析它的状况跟原因何在 在中国上面 它就是保持很正乐观 是比较趋于保守 看起来就是跟我们所认知的 不管是不动产 或者是它的服务业的这个发展 它都是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趋势 那其他的 大概就是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人地业者万宝华 台湾分公司 人才派遣事业处的协理 也着地 业协理 针对第二季 包括台湾 中国大陆 还有全球各地的就业市场 呈现怎么样的发展趋势 还有评估需求 又是呈现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协理接种访问 谢谢您 好 谢谢